這個建商 看準的是景氣回歸 在苗栗縣竹南鎮 投下了24億要有資金 來興建獨棟的豪宅 而為了充這個人氣 還買了一尾 價值60萬元的黑鮪魚 來請民眾免費的品嘗 不過來看房子的人 因為為了搶這個鮪魚 結果吵幾架來 吵架的原因 是因為排隊不准效 300台金種的黑鮪魚 用吊車吊進了現場 民眾睜大眼睛 免費吃黑鮪魚 大人小孩都來了 主辦單位要大家排好隊 誰知道卻吵起架來 工作人員大嗆排隊不准效 感覺這句話很像是當兵 仔細聽這句話 讓民眾很不高興 當場反嗆回去 炒炒鬧鬧中黑鮪魚被師父追切 最貴又最美味的腹肉端上桌 民眾用筷子搶著真食 排在前方的人把魚肉全部夾光光 所剩無幾 正然排在後頭的人擔心吃不到 現場干脆由工作人員幫忙分食 正常怕沒有人看房子 祭出了黑鮪魚免費品嘗的好康 認為人潮就是前潮 但很多的民眾只希望吃到免費的黑鮪魚 吃飽了就回家了 幾乎很少停留下來 看看建案長得什麼樣 週天新聞江建宗苗栗報導